8月14號星期六的 中視五件新聞 先開始帶您關心 在高雄的左營連潭路 上午的一場大雨 疑似宣洩不及 周邊的連潭路 是淹到了汪洋一片 一度還淹到了小腿肚 讓一旁的水果灘抱怨 都是水溝 沒有清才會讓水流不出去 而同樣積水的 還有屏東的林邊 有環島騎士路過 卻被休旅車高速奔馳 開過漸騎的水花 噴得全身都市 游泳啊 游泳啊 我家是國灘前有小河 老闆跟老闆娘 邊拍邊苦笑 水越淹越高 車子開過去 水花見得比人還要高 水溝都沒有燻啊 誰會這樣啊 你看那邊的來又糊起來了 真的很誇張 高雄左營區的連池潭 居民控訴 是水利局忘了打開水閘門 大雨一直下水流不出去 但水利局澄清是雨量太大 因此不到五分鐘就淹水 同樣因為大雨淹水的 還有屏東林邊 庞陀大雨中加上路面積水 環島的急修騎士一路歸宿 慢慢往前 後方一輛休旅車奔馳前進 速度沒有放慢 行進中兩邊水花漸起 直接噴濕急修騎士 它好像從遠處看到我們 發現可以過了 然後就突然從後面 加速然後一口氣這樣衝過去 這樣 換個方向再看一次 漸起的水花比車身還要高 當下急修騎士感覺就像大船開過 而他洗了一身黃泥水 他沒有道歉啊 因為我很神經 因為我全都死掉了 他車上要下來 然後說就是 然後我就要前進了 然後綠的他就走了 圖先生說 因為兩邊積水嚴重 他不得不騎在地勢高的中線馬路 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44條 經過積水路段 如果不減速慢行 導致其他人噴濕 最高可以罰到1800元 不管騎車還是開車 都得要有同理心 否則水噴漸到用路人 也會有收到紅單的機會 記得當初網林之會 高雄屏東綜合報導